HELLO 我們這次來介紹這個戒指 那我們用Grace Harper去打造這個戒指 我們就可以參數這個戒指的 比如說尺寸啊 戒尾 然後或者是它的斷面 透過Grace Harper就可以很方便去定義 所以很快速可以產生不一樣的戒尾大小 然後斷面的造型 那可以看一下這個3D的部分是這樣 好 那我在這邊展示一下它的Grace Harper的效果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戒尾的尺寸喔 可以這樣很快速的就可以變化 然後它的斷面呢 我也可以很快速的去設定 不一樣啊 你看它這樣馬上就不一樣的斷面造型 然後甚至我可以馬上寫後面的 比如說延伸的設計 比如說切片 切片的概念它就可以馬上就做出來 所以這有很多種變化的可以在Grace Harper裡面去做 好 那我們先把Grace Harper打開喔 好 我們把Grace Harper打開之後 然後我們先來做借尾的尺寸 所以我必須在前示圖這邊定義一個圓心 好 定義一個圓心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個圓心在這個Vector裡面 把這個SYZ把它拿出來很簡單 好 SYZ 我把這個計算時間關掉 因為我們寫這個電池其實不太需要花太長的運算時間 然後呢 我現在先定義它的工作平面 在這裡把它定義一個SZPlan 好 然後再畫一個圓 Circle裡面 這個Curve裡面的這個Circle 然後這個圓的尺寸就是我們這個界尾的內徑 好 那這個內徑尺寸我們就可以先設定 我用一個Number Slider 然後最大值我設定20好了 OK 這是半徑啊 所以我現在半徑是比如說8 這是半徑8 所以它的直徑就是16 那其實我有去查那個國際的界尾表啊 反正就大家就自己依照自己想要的需求下去設定這個半徑 好 反正最後我們這個可以調整嘛 很方便的可以調整 那我先用8 好 那我們先做完這一個內徑之後 我其實就是要定義它的端點 好 就是 其實我在這裡要定義一個點 我用那個筆記軟體看一下 這裡一個點 兩個點 三個點 四個點 那我把斷面這樣擺上去 然後這裡斷面擺上去 這裡斷面擺上去 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形成一個單軌掃掠 一個路徑四個斷面 一個路徑四個斷面 的一個形狀 那我怎麼用四個上下左右 比如說我上下左右可以用不一樣的造型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四個 好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往四個方向下去設計 所以我先設計第一個斷面的位置 第一個斷面的位置一定是這個起點 所以我在curve裡面給一個這個end point 就是起點跟終點 所以我先把起點先做好 然後把它的工作平面找出來 所以這個起點這個地方是sy工作平面 這個是sy這樣 他是這樣sy工作平面 就定義好了 這樣可以齁 然後我們把這工作平面 正列 這個是左邊嘛 起點是這個 左邊上面 然後這邊 右邊下面 好 所以我就用這個transform裡面的正列是這個 好 這樣 然後正列的工作平面 它這個plan的工作平面就是 好 我們剛剛的這個sz平面 好 在這裡 其實這個 你直接拿這個sz這樣也是可以啊 好 就這樣 這個線不要讓它疊著 你就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這個是數量 好 數量我們用四個 所以我就用四個 就這樣 四個 OK 這樣就把這個工作平面定位好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有一個工作要做 我們就是要畫那個斷面 好 畫斷面的時候 我先把 Ryno把它最大畫 我先把Grace Harper隱藏起來 我從上市圖這邊畫斷面 那斷面的尺寸跟大小 我們先畫一個基本尺寸就好 好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加入縮放的機制 好 先用四個圓 當範例 四個圓 然後把曲線重建 我都用十二個點 三接 好 好 那把控制點打開 我就稍微把它改變一下造型 這個我就這樣內縮這樣 好 然後這個 做這樣好了 稍微扁扁的 OK 然後這個是 是隔一個點 然後在一起內縮 然後最後這裡我畫一個愛心喔 然後最後這裡我畫一個愛心喔 好這樣就有一點愛心的效果 然後再稍微調一下比例 然後再稍微調一下比例 然後再進入到我們的GraceHopper裡面去 一樣我用Curve 這個是 我先試一個 先寫一個 我就按右鍵 Settle on Curve 然後寫愛心這個 用愛心這個 來做示範 好 那這個愛心導入進去之後喔 我們要先 做什麼 定位 定位它的起點跟它的終點 所以是不是這個愛心的這個 起點是不是這個地方 拉到這個地方 這終點是不是這樣 所以愛心應該會長 我用 直接把它拉過來好了 直接用複製的 它大概是會到這裡 然後應該是要轉這個方向 我們希望它是長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就要定位 這個愛心的起點 那如果它今天都是不規則形狀 怎麼給它一個起點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這個 Bounding Box 在這個Surface裡面 這裡一個Bounding Box 就這樣 它就取出這個面 好 然後你再 用這個 取出它邊緣的一個工具 好 這個邊緣 就這樣取出這個邊緣 我先隱藏喔 然後再取出它的某一條線 就最下面這條線 為什麼要用最下面這條線 這一條線的中間的這個點 就是可以當做它的起始點 所以我就取ListItem 所以我就取ListItem 取一條線 那剛好0號就是最下面這一條 然後再給Curve裡面 給那個中間 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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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樣就可以把這個 斷面的起始點位置找到 好 所以這四顆電子 就是在找這個起始點的 好 就找斷面起點 這樣 好 斷面的起點 好 斷面起點找到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 做什麼 把這個工作平面 這個起點找到 要有工作平面嘛 所以我在Vector裡面一樣給一個 SyPlan 好 這樣 可是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對應到這裡的時候 它是 它會這樣對應過來 你看它會這樣 對應過來 可是我要的是不是 要轉這樣 是不是要轉這樣 所以我這個工作平面 要轉90度 所以在這裡有一個RotatePlan 就是把它旋轉90度 在A這個地方按右鍵 記得改一下Degrees 好 然後這裡就輸入90 90 OK 它這樣就轉好了 這工作平面就轉好了 好 轉好之後我們就把 這一個 正列好的工作平面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 這一個斷面要 定位到正列好的這個工作平面上 好 先把這個線顯示 工作平面顯示 好 其他的你們自己隱藏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用這個定位 Transform裡面的定位物件喔 定位 定位 定位什麼東西 定位這個斷面 好 啊 起點是什麼 起點是這個 起點 已經旋轉過後的喔 旋轉過後的是起點 起點 然後終點 就這樣 OK 可以看到嗎 四個愛心就這樣定位過去了 OK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 可以怎樣 對它做單軌掃掠 其實這個是四個斷面啊 好 單軌掃掠在 Surface裡面這裡一個 Sweep 1 第一個是 路徑 路徑 路徑是這個圓 好 所以我把這個圓抓出來 好 這個線我整理一下 這個擺這樣好了 OK 然後這S是斷面 我就直接這樣把它 拉過來 好你看 這個單軌掃掠 最簡單的 單一個斷面做成的 戒指 而且可以調整 戒尾大小 馬上就做好了 任意尺寸 好 OK 這很簡單 那如果你要換斷面的話 set one point set one curve 點它 你看 馬上斷面就可以換過去 好 那這些都是內徑的 你看 這些都是內徑 因為我們在這裡 取出的這個方法 是最下面這條線的 這個中間的點 好 所以一定都是內徑 所以這樣就很方便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替換這個斷面的大小 我是不是要在這裡做縮放 你看我是不是要這樣縮放 其實這樣有點麻煩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工具喔 在這裡 加一個縮放的機制給它 我們就用這個斷面縮放 所以在transform裡面給一個scale 好scale 縮放這個 縮放這個斷面 那它這個中心點是哪一個中心點 這個中心點就是 這工作平面 剛剛找到的這個 這個點啊 這個點 其實這個點跟這個點也可以 可是因為我這裡用 plan這樣會可能會更精確一點 就這樣 把scale放在這個plan這裡 好你看這裡F4 0.5 你看它是縮小0.5倍 那我在這裡加一個number slider 然後最大值給3 好這樣 0到3之間 好比如說這樣一點多 你看這樣就放大縮小 好這樣就很方便喔 啊這樣都是以最內側為基準 好所以這樣就是 等一下定位上去的時候它就會放大 可是內徑不會變 好你看這樣丟上去 你看我這樣放大的時候你看 內徑永遠是我要通過的這個界尾的尺寸 所以這樣就很快速可以定義好 這個參數的戒指 OK很簡單喔 好然後這可以去調整 然後這個是界尾的大小 OK 這樣沒問題 好我稍微調整一下數據 好這個地方給它 就是正常的尺寸 好 這樣最後到這裡是 輸出這個SWIPER ONE 就是一個戒指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把它變成 四個斷面都不一樣 那我的做法是怎麼做呢 好我們這裡 接著下去看喔 如果四個斷面都要不一樣的話 我們就必須先把這四個斷面先丟進來 好把這個地方稍微拉過去一點 好 我先把這個Curve丟四個進來 好 然後我分別去定義這四個斷面 好定義 第一個是愛心 第二個是星星 好 第三個是這個 好第四個是這個 OK這樣四個斷面都定義好了 那接著我們用這個 Merge 好 SET裡面的Merge OK 先把這四個斷面 混合成一顆電池 OK 好 然後就這樣 在同一個資料裡面 同一個PASS裡面 OK 那我們把這個 送進去這個Curve的時候 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就這樣送進去看看 你看它會變這樣 好 這資料結構出錯了 它就是有的地方 有升級 有升階 愛有的地方 它就是維持它的這個 同一個層級 好 那我們一開始 因為我們知道它最後是要分四個斷面 可能四個斷面都需要不同大小的控制 所以我一開始我就先設計什麼 我直接把它升一階 好 就是我們用一個Graphiter 就是把它升一階 好 這個地方稍微調整一下 升一階之後把它接到這個Curve裡面 好 來 這個地方一定是出錯的啦 我們來一個一個看一下這個 我先所有線條帶進去之後 取所有線條的邊框方塊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再取所有邊框的邊緣 第一條線都是下面這條線沒有問題 取這個點 那也沒有問題 OK 那既然都沒有問題 那表示這邊的斷面這個起點 這個一定是沒有問題 所以到這裡我就 先略過我們就不用去看它的出錯在哪裡 那我們去看一下縮放這個地方 縮放這個地方好像看起來沒有問題喔 對不對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那我需要四個不一樣的縮放大小的時候 我是不是應該有四個數據 四個數據 所以這時候就有地方有問題喔 我希望我用一個Merge 這個地方 我把這個Scale的這個F啊 我把這個數據複製過來 那我需要四個 1 2 3 4 這樣四個 好我把這個剪掉 OK 然後把這個送進去 4個 那它這裡虛線虛線虛線 照理來說這個應該有虛線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它升一階 我直接按右鍵這裡喔 把它升一階 好這樣 OK 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第一個斷面是不是可以個別調整啊 第二個斷面是不是可以調整 第三個斷面是不是可以調整 第四個斷面是不是可以調整 這樣 是不是不同樣的斷面 透過這個 Number Slider的這個面板 好 我在這個地方我就設計好了 好 OK 所以這個 地方沒有問題 然後接下來 定位這個地方 定位就出錯了 你看 這個地方 每一個點 都定位到了 四個斷面 那就表示 這個斷面的這個地方 應該也要 讓它是什麼 虛線 你看 你這樣去檢查 就很簡單啦 這裡把它 Graft一下 看一下資料結構 分個層級 好 好 OK 我們分別對一下這些Panel 看一下 你看 它這個地方 就有分 001 然後這個地方 001 02 03 好 這樣沒錯 後面兩個0是多餘的 所以其實如果 建議的人 可以把它simplify一下 就是簡化一下 所以其實在這裡按右鍵可以 simplify這樣 或者是在這個資料的後面 也可以simplify 都可以 看你喜歡哪一個地方這樣做 都可以啊 OK 你看它這個地方就是變成 0123 這裡全部都simplify好了 這樣 0123 0123 然後這裡也是 0123 OK 好這樣就沒有問題 那 這個地方我會把它simplify 這樣0123 這樣過來配對配好 好很完美 然後到最後這個sweep 1 它出問題了 它這個地方 為什麼會出現一個紅字 就紅色電池 那這個地方它會跟你說 它會有一些問題 它在這裡提示 那其實是它這個斷面啊 它這個session這個地方 就是分層級了 就是你把它升接的嘛 所以它裡面只認識第一個斷面 所以這樣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斷面這裡 你要把它farten一下 把它全部扁平化 就這樣 OK 那扁平化之後你看 這樣是不是第一個斷面就是愛心最大的這個 然後接下來是星星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然後接下來是四邊形的這個 好這樣就有四個斷面不一樣的效果 馬上就可以產出 那假設我今天只想要上面這個斷面是愛心 那很簡單啊 這個順序就是 這個是 起始點是左邊上面 上面是第二個 所以我現在上面第二個 我就替換成愛心 替換成愛心 OK 上面這個替換成愛心 然後 其他我都用 四邊形這個 所以這個把它替換成四邊形 這個也替換成四邊形 這個替換成四邊形 這個替換成四邊形 這樣OK 所以一三四 是四邊形 好 一 三四四邊形 二是愛心 那我一 三 四 的尺寸我都一樣 都給它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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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愛心給大一點 你看它這個 就生成 不一樣的效果 當然這個比例 你們要自己去看哪樣好看 或者是 這個也是一 好 它四邊形到愛心 好 下面這三個 然後這個 界尾一樣可以調整 這樣很快速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OK 這樣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參數我們的界值 好 這個很簡單啊 這個小小的案例 很快就可以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好 那後面我們再多加寫一個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好 算做一個變化就對了 好 那我們就接著寫啊 那我通常喔 因為後面那個要切片會花比較多的計算時間 所以我都會用一個電池把它隔開 好 我就用那個 Data Dam 就是 在這裡 有一個 工具 Data Dam 好 好 那它出來是幾何嘛 幾何 好 所以我就先用一個 geometry 放在電池這個後面 好 那我還需要一個東西 我還需要一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 它的 路徑線 路徑這條路徑線我還需要 所以 Curve這個地方 好 為什麼我需要這兩個東西啊 因為我需要這條路徑線 去切它的等分的數量 好 然後需要這個幾何去跟這個等分的數量做交集 我才能產生那些切片 好 等一下大家看就知道 那接下來我們用Data Dam 這個地方加一個 這是A 這是B OK 然後 我這邊也是一樣輸出 我Curve就輸出Curve喔 然後 Geometry我就輸出Geometry這樣 就這樣 中間就寫一個這個Data Dam這樣 讓它比較方便使用 OK 好 然後 按Play 往下面走 走什麼 這個線接下來要產生很多的工作平面 我們在 Curve裡面啊 Curve裡面這顆電池 這顆電池就是用來解決 這個 產生很多工作平面的一個方法 那你看它現在有 預設是10個 預設是10個 那我們就給多一點 我給到 50個 好 50個這樣 好 那有50個工作平面這樣 OK 好 那這50個工作平面可以直接跟這個物件 交集 啊 物件交集 所以我在 這個 有一個工具啊 這個工具是BRAP Plan 好 就是專門在做工作平面跟物件交集的 你看它就交集了 好 50個工作平面交集50條線 這樣 50條線沒有錯 那可是這個地方呢 啊 這是我在寫這個案例發現的一個小問題 不過我還查不出為什麼它會產生兩個 啊 這個地方我還查不出它會產生 為什麼會產生兩個 那我 之前想說那我就用ListItem取出第一個 可是你看啊 它是半邊啊 它的第一個是半邊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 怪怪的 所以我就不能用工作平面 來跟它產生交集 所以我先把工作平面 怎樣 產生一個面 面 所以我在 Surface裡面 用這個工具喔 這裡 有一個Planed Surface 它這樣 它就產生一個面了 OK 這樣產生一個面 用這個面 再跟我的物件做交集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就要改成這個工具 BRAP BRAP 所以就是面跟 面做交集的時候用這顆 那你看出來的結果就是50個 好 所以我用一個Panel給你們看 在這裡 好你看 這樣就是50個 0到49 它有分 資料層級 好 沒關係 那有分我們就利用它這個資料層級 所以我們接下來把 這個產生的 線 交集線 再產生一個 邊界曲面 好 這樣 OK 然後因為是不是要有厚度 有一個厚度嘛 所以 就用 Offset 這樣 Offset很簡單 有兩塊 一個正的 另外一個就負的 好 所以這裡給一個負X 那一樣Number slider這樣 0.25其實在這個小戒指裡面很厚喔 你看這個其實這樣就很厚了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薄一點 可能 0.2 這樣 0.15 0.15 這個數量啊 可以 多管你們可以自己調 那我用 好 50 這樣 好 那這樣是這一片跟這一片 那他們中間要怎麼 產生這個連接的面 這個我有講過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這樣 直接Loft 對這兩個電池直接這樣Loft 而且資料層級一樣 所以不用擔心 它會出錯 然後接下來我們把這個 三塊面 這三塊面把它 Join 就是組合 這裡一個Brap Join 全部都連過來 好 這樣 好這三條線連到這個Brap Join 這邊全部都可以隱藏了 好 那這樣這個地方 就做好這個切片的效果 OK 然後這個地方 最後給它一個Group Group這樣 OK 好 那我們把這個東西 Back出來 好 Back出來 它這樣就是一個實體啦 啊 這個Group這裡喔 記得要先全部把它 扁平化 好 這個資料把它拍到 最扁平 把它Flooted 好 再用Group Back出來 你看這樣 全部都在同一個層級裡面 同一個房間裡面 同一個房間裡面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如果中間我要再去做這個 中間的這個地方 以前我們要畫 要再重新去調整它的尺寸啊 其實很麻煩 可是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Dramatry喔 顯示 那我前半部跟後半部 我用是不是用一個Data Dam 我前面去調的時候 我這裡不要按Play 其實它是不會影響的喔 你看喔 我這裡是不是可以調整 那我就可以稍微把這個界尾拉大一點 比如說 8點好 8點5 好8點 8點4好了 8點4這樣 然後接下來我把這個 我們的這個 段面全部都縮放 縮放到大概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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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這樣 OK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個 中間的這個就做好了 我把它Back一下 你看 這一段跟這一段 我把它拿出來給你們看 好 OK 你看這樣是不是很輕鬆 這種參數化的一個 戒指的概念馬上就做完了 非常的容易喔 這比我們傳統要畫圖 這個 速度跟效率好太多了 而且我可以 不斷不斷的調整啊 你透過你的這個 剛剛寫的這個Great Upper 你就可以不斷的去調整 我前面想要的 界尾的尺寸 然後甚至我四個斷面 想要調整大小 或者是四個斷面都一樣 好 四個斷面都一樣 那就可以用一顆電子 連四個這樣 好這個地方 就變得非常有效率喔 我們在做這種簡單的 戒指的時候 就變得非常的高效 OK 就最後很快就可以生成出 這個大圈圈 中圈圈跟小圈圈 還有混合這個切片的 OK 好 那這個鐵鏈啊 不是鐵鏈啊 這個小小的這個鏈子啊 這也是用Great Upper寫的 那有機會呢 我再開一集 介紹 怎麼寫這個鏈子 然後各式各樣的 欸 鏈子有好幾種啊 這是最簡單的 橢圓形的 那我就再做圓形 投圓形 然後再做扁的 然後再做 看能不能再寫個蛇鏈這樣 OK 那我們這個 Great Upper這個部分喔 就講到這邊了 好 那這個案例非常非常的 簡單也容易 很適合做一個入門的學習小品喔 好 那大家覺得 影片不錯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啊 開啟小鈴鐺 就這樣啦